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中国酒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和战争英雄有关的故事 说到英雄 很多朋友想起来中国有句老话 叫乱世出英雄 为什么乱世出英雄 太平天下一切都按部就班 这个英雄他总得跟平常人不一样 能冒出尖来吗 如果一切都按规矩来的话 恐怕这英雄想冒出来也难 要是天下大乱的时候 这时候英雄可能就有了用之力 所以我们管这个叫乱世出英雄 但这话你反过来 英雄不一定爱乱世 就即使你真不怕死 那谁不爱喜生命 所以咱们说乱世出英雄 但是英雄不见得爱乱世 可是我们今天说这位英雄 他跟普通的英雄不一样 他爱乱世 这世道要不乱他都没法活 就他天生是为打仗而生的 如果要是不打仗了和平了 他巴不得再打仗了 他都活不下去了几乎呀 这人是谁呢 就是美军里被称为铁胆军魂的巴顿将军 他身为一代军事偶像 却曾被称作是美军中的土匪 他在战争中屡见其功 却差点因为一个耳光告别战场 他躲得过敌人的子弹 却在和平时期死于一场车祸 平白消失的官方调查 人间蒸发的肇事司机 巴顿的死究竟有什么不为人之的秘密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土匪将军巴顿 巴顿是四行上将 以往流传了这么一个事 很有意思 说苏军攻克柏林了 这不跟盟军会失了吗 会失了是打败希特勒了 来喝酒 庆功宴 苏军的土帅是朱可夫元帅 这边盟军当时巴顿是最高将领了 就是进入柏林的最高将领 这吃饭喝酒 端起碑林朱可夫元帅 挺有礼貌 过来向巴顿示意 干杯 巴顿冒出一句 你是个混蛋 咱们咱们最玩 要平常咱底下开玩笑 两军的最高首领在一块 张总说你是个混蛋 所以说 您愿意不愿意跟他 为德国的投降而干一杯 替我向将军致议 请转告他 我不愿意跟他 或者任何俄国混蛋干杯 他说他不但不愿意 不愿意跟您干杯 而且也不愿意跟其他别的俄国混蛋干杯 他也是一个混蛋 告诉他 将军说他认为 你也是个混蛋 这个巴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出的名 可是巴顿真正走向战场 那不是二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 他就上战场 只不过那个时候 他的军钱比较低 也没有多少机会让他去决策 到了二战的时候 他已经在美国军中的待了那么多年了 资历啊 人脉啊 这个自己的名声都有了 所以当时1943年的时候呢 盟军就我们说这个英美苏 三方的盟军 对巴顿为以重任 什么重任呢 当时英美苏这是盟军 在北非战场上啊 德国有个了不起的将军 人称沙漠之湖 龙梅儿 龙梅儿当时和这个盟军交手的时候 一开始七开得胜 把这个盟军里边啊 美军的第二军 这打得稀里花了 这时候美军第二军 为了能够扭转战局 巴顿任命为第二军的军长 巴顿上任之后 在军营里巡视一圈 他就明白了 为啥这美军打败仗了 他进军营里一看 哇 有躺在那喝酒的 有坐在那聊天的 有站在那直接打牌的 还有的甚至大白天呢 在地上把军备一扑睡觉了 他就一看 这个部队能打胜仗了 首先一个 没有一往无前的气势 第二个 纪律 这是第一位的 这部队没有纪律 为什么打仗 巴顿说好 你看我的 他们不是有点害怕德国军队吗 我收拾他们两天 要他们谁也不怕德国人 都怕我 所以巴顿第二天早晨 六点钟 他就到部队的食堂 因为六点钟吃早饭 才刚刚来吃 请通知警官 现在停止工程中 人要上厕所的时候 最容易忘带头归 你想不起来这事 所以到那巴顿经常能逮住 能有罚款的利用 所以当时巴顿呢 把这个作战纪律各方面 这规矩立起来 而且巴顿呢 当时采用了一种残酷的训练方式 叫高压电修科疗法 当然这不是他自己起的 这是这些士兵恨他 给他起的 这么个名字 怎么个训练方式呢 大清早起来 睡眼轻松的 先给我跑这个一英里 十分钟以内必须跑完 反正两个小时机型军 打好包 开始机型军 回来之后 接着就作战训练 莫爬滚打 瞄准的什么射击 你这套程序下来 把美国大军撤的 你还别说巴顿这套手艺下来 你真管你 为什么巴顿要这么干 你等不了 你说你慢慢食道 一点点训练 马上就要跟德国人打仗 哪有那空呢 必须在最短时间之内 把铁的记忆里怪起来 同时巴顿还注重思想 经常下机程 要叫他们 卸了成河 个个感叹苦地 结果呢 这一套真管用 很快在美国第二军 和隆本部队的第二仗当中 美军大获全胜 大伙人挑战着 说这巴顿呢 要不得 有一套 那么我说到这儿呢 有的朋友说 这巴顿看来真有一套 这抓紧就说明他自我克制能力都很强 是不是这样呢 还真不是 巴顿其实是个口无遮来 脾气很坏个人 那么为什么我说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呢 你看他约束士兵有一套 到自个儿身上有时候 脑子缺险 他曾经在这个盟军作战的关键时刻 巴顿差点把自己的军力生涯给断送 他身为一代军事偶像 却曾被称作是美军中的土匪 他在战争中屡见其功 却差点因为一个耳光告别战场 他躲得过敌人的子弹 却在和平时期死于一场车祸 平白消失的官方调查 人间蒸发的肇事司机 巴顿的死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老梁故事会为你讲述土匪将军 巴顿 好欢迎你回到中国酒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那个时候盟军开始在西西林老登陆 进攻意大利 我们的意大利莫说理名 这不也跟希特勒是一伙的吗 这个时候有个重要战略地点叫墨西拿 这个地方咱谁先把他拿下 那个时候英国有个很有名元帅 叫蒙玛丽 蒙玛丽和巴顿俩人就叫上劲了 咱虽然是盟友 但谁先抢这头工 谁先拿下墨西拿 就在这较劲这个地方 这巴顿这看看那看看 伤亡也挺大 突然发现角落那不对 有一张这个 这个部队的这个病床 病床上头呢 坐着一位 你看他呢 坐那好好的人 脸上身上腿上哪也没伤 可是披个毛毯 在那直哆嗦 那眼神撕下啥巴 就好像 我的神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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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的抛火轰击 也不是什么特息极个事 可是美国人呢 特讲的人权 这个事正好有战地记者在这采访 看着了 记者马上就写下来 你就是将军上级 你也不能随便打部下 他犯错行 他得了心理疾病 那是个病人 你能这么对待他吗 我们为什么这么对法伊斯作战 就是因为法伊斯不讲人权 如果你要不讲人权 你不跟法伊斯一样了吗 那我们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这一点美国人坚守这个底线 所以这媒体报道 这痛把巴顿给骂的 就是像你这样残暴的 与法伊斯无疑的 你还打什么法伊斯 把巴顿弄得非常尴尬 不能这么干 但即使这样 巴顿的上司也受不了 压力大 有一段时间就索性 你交出指挥权 你干点后勤呢 挤痒了这些事 你拉倒便跟着忏悔 巴顿因为这一嘴巴 差点把自己的这个 军令生涯给葬送了 那么说说这巴顿这个事 说明他脾气很冲动 说什么事不过脑子 其实巴顿不仅管不住自己脾气 他最要命的管不住自己嘴 说你说话 你之前过过脑子 对巴顿来说没用 为啥呢 他那脑子就不好使 他不过脑子好点 过脑子更走 他想不明白 说这个人战斗这么聪明 这么有点子 怎么能想明白这事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人就是这样 要一块特别厉害 另外一块可能就塌陷 就不那么好 你像巴顿 天生就为打仗来着 他原来他有个下敌 后来成了他上司的 叫布莱特利 布莱特利将军就说巴顿 说我为什么打仗 说我是被训练成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打仗 你天生就愿意打仗 这句话说巴顿说的太准 他就会打仗 根本不懂政治 所以很多事情在他那里 完全就不过脑子 他也不细想 你不想战争 进入到尾声的时候 出了件事 叫纳斯福德事件 巴顿惹的祸 什么叫纳斯福德事件 纳斯福德是英国的一个地区 这不战争打到后来 盟军豁胜在旺了 纳斯福德地区的妇女 就组成个俱乐部 叫欢迎俱乐部 就欢迎美军军官 你看英国妇女 欢迎美军军官 这是盟军友好的象征 要搞一个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 一看周围驻军的最高将领 就是巴顿了 把巴顿请来吧 您给大伙讲讲 鼓励鼓励我的 巴顿说我不去 我那种场合好说错话 女士们 我在过去 没经历过的欢迎仪式 是欢迎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 进入十八层地狱 一句战里说也没毛病 可坏了 又通把风过 为什么 盟军当时是几方 英美苏最重要的 三方 你这巴顿一讲 盟军 英美团结联合 你把苏联放哪去了 结果这样一来 苏联那边也不干了 没提醒不干了 你这打仗 盟军团结的时候 你巴顿 我怎么说 这都是事 没办法 巴顿非常懊恼 这一懊恼的 容易迁怒他人 巴顿说 这怨谁 怎么怨苏联人 他不那样 我能这样吗 他从那时候开始 巴顿就恨上苏联人 所以 咱们得说开始的事 你是个混蛋 你是混蛋 来为混蛋干杯 这个真实情况是什么 真有这事 那也是四五年二月 苏军攻克柏林 你听听这话 多无礼 这是 结果周可服务员 算有修养 人家很幽默 让发言说 你确定巴顿说 你说他对我的看法 和我对他看法是一样 意思是 我认为他也是狗崽子 俩狗崽子凑一块喝一杯 有什么不行的 你看人家挺幽默就回去了 后来美军为了宣传巴顿将领 就把这个板本给改过来了 就是巴顿从战争年代走过来 到和平年代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不打仗就活不了了 那么他这时候进入和平时期 他把苏联当成潜在的对手 他到处去讲演去 人家讲演都是天下和平了 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巴顿是 不要被和平麻痹的神经 随时有可能发动战争 我们还有更危险的敌人 直指苏联 所以很多人讨厌巴顿 媒体报道 美国军方承受不住压力 就这巴顿总给他惹事 后来美军怎么处理呢 让巴顿是留守在这个德国 让他管过后球 干一些其他的事 就尽量让他少跟苏联人接受 实际巴顿心思就想再调体战争 所以屡屡的惹事 这一惹事 后来祸及自身 巴顿是怎么死的 二战结束之后不久 死在德国 特别离奇的车祸 咱们的巴顿呢 让自己的下边两个部下 跟那块开车干嘛 到另外一个地方打猎去 就打猎的地方要经过个铁道 这个铁道呢 我们都知道火车一过来 杆下来 先不能过 火车过去打开 我们才过去 火车来了 过去了 过去之后人家杆打上 巴顿这车往过过 对面过了个卡车 也不怎么就那么错 辆车就撞上了 这个车祸奇怪到哪呢 巴顿车上那几个人 毫发无损 就把巴顿创的重伤 所以巴顿当时死亡的消息传出来 他身边熟悉他人 第一感觉是巴顿被害了 而且不是什么他的敌人 什么纳粹分子逃亡那些 来刺杀巴顿 也不是什么苏联人 怎么怎么对付巴顿 还有 可是巴顿死了之后 这些声音都消失了 没动静了 相反的是 全是说巴顿好话 这个人简直神了 我们伟大的军魂 代表美国军队的 最高形象 全是夸巴顿 把巴顿一下就推上了神坛 成了几乎在美军 每个人心目当中 了不起的战神 全是好话 爱国爱兵 有谋略 所以人管这种现象 叫死后神仙 死了之后 真正成神仙了 也叫死后英雄 一点缺点没有高大权 说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你既然不挡道了 你对维护我们的 整体形象还有用 那好 我们就把所有赞本事 都夸给你 所以在一定程度来讲 巴顿即使还活着 恐怕也会越来越受人诟病 活得生不如死 自己也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对于巴顿这样一生酷爱战争 希望在战争当中实现自我价值的 那恐怕是自古美人如名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真到了自己无法发挥用武之地的时候 那么恐怕死亡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结局 所以你要从这点来说 巴顿离奇的撤祸 对于巴顿来说 可能是一种非常另类的解脱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和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